新竹棒球场淹水了 漂浮贵室内狂窜办公室休息区全遭殃 随着雨神狂喜北台湾 新竹地区今早陆续传出淹水灾情 就连新竹棒球场也没能幸免 媒体人黄阳明稍早接到爆料 只见棒球场办公室球员休息区都进水 掀起不小讨论 黄阳明稍早在脸书提到经过凌晨的大雨后 传说中那花了12亿的新竹棒球场 不止球场内积水 现在连室内办公区 球员休息区等场域也全都进水 附上几张照片那不是地板亮到反光 是积水的反射 然后最后三张是地下停车场和停车场积房的积水 同时黄阳明也分享出影片 只见一次休息区的空间积水颇深 就连柜子都漂浮起来 门也被淹没超过三分之一 对此网友们纷纷惊呼 这是闹鬼吧 这是新的游泳池吗 威尼斯风情办公室 凌晨新竹的雨不是普通的大 是超级的大而且雷声隆隆 针对新竹的水灾 新竹市长高鸿安也在脸书发文 指出他在清晨四点 一接火通报后立即启动应变指挥 并与市府团队赴现场勘查烟水情形 针对积烟水 的地下道紧急封锁 并启动各式抽水设备抽水排除 目前地下道积烟水状况已全数完成排除 新竹市立棒球场在2022年7月底启用 因被发现品质不佳 行政程序不符 引起的批评与社会争论 改建期间任职新竹市市长的林志坚 将球场视为其政绩 之后他在2022年7月初辞职 并参加桃园市市长选举 而时任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奇昌亦参加台中市市长选举 使这起事件在台湾成为2022年地方选举的热门议题 新竹市市长林志坚任内改建了这座球场 运用经费来源中包含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化的 新台币8.76亿元补助 这是他任内的重要政绩 2022年7月22日 新竹市立棒球场举行改建重启后的首场赛事 这是中华职棒2022年下半季第一场赛事 由魏全龙对上富邦汉将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中华职棒联盟会长蔡奇昌 及前新竹市长林志坚都出席观看开幕战 在7月22日23日两天举办的赛事中 至少三名球员受伤魏全龙野手张又鸣跑脸滑倒 魏全龙三垒手刘姬红 处理不规则弹跳伤到手指 富邦汉将外野手林哲轩 在四局下半铺接一个飞球时 左肩撞击地面挫伤 7月25日林哲轩经MRI初步检查 为左肩关节唇破裂 初步研判将休息约三个月 29日林哲轩表示担忧 提早结束职业棒球生涯 7月23日隶属为全龙队伍的球员林志胜 回休息区时因楼梯设计不佳 下楼梯时不慎踩到边角导致滑倒 当下他抱着脚表示痛苦 最后自行站起走回休息室接受治疗 不少当天在场的球员与观赛者发现 新竹棒球场内的设备状况不良 观赛者对这样的观赏体验感到不满 中华职棒球员工会先前就已经提交 新竹势力棒球场工会会员使用回馈心得 针对球场内提出27项改善建议 其中内野外野草皮投手球 界外区灯光与打击区这些球员要比赛奔跑的地方 皆有许多需改善的缺失 针对外野草皮区域中职球员工会指出 包括外野草皮不够平整 虽实力过多相较于其他球场感觉过硬 容易使球员扑街时造成运动伤害 而内野区则点出红土较松软不够扎实 颗粒过大红土草皮交界处不平整 恐导致不规则弹跳球发生的可能性 不过新竹是否并未加以改善就开幕 致使建议当中的危机在球场上一一应验 这一集影片到此为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